第24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 月老 九把刀 恭喜 独特的叙事风格 准确地掌握了电影艺术的商业价值 在剧本 表演 造型 美术 特效等环节的整合 展现了导演功力 与不断求新的真挚初衷 我也很矮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得獎了 我一定要把你弄 再矮一点 再矮一点 OK OK 好 OK 呃 谢谢大家 然後 呃 我看到柯仁东得獎之后 我就觉得也许我也有机会吧 对 那 真的很高兴 然后我来之前是真的没有想 敢想 对 呃 我说故事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因为我每天晚上在 念床边的故事跟我女儿听的时候 她会叫我不要讲 她会说不要 爸爸不要 爸爸讲得好难听 对 嗯 然后王靖在底下一直提醒我说 如果我有机会上台的话 一定要说她变瘦这样子 我就问她说 那请问我的前后文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准备好好说什么 那我就认真的说 我最近每天都在看乌克兰的新闻 我希望有一天乌克兰可以把俄罗斯打爆 然后鼓回他们原本的 国家 呃 谢谢月老的伙伴 谢谢 有点捨不得走 我有点太高兴了 过几天我太太就要颁第二个奖给我 那我希望我的女儿现在在 电视机前面可以听到爸爸唱 爱情友谊友谊友谊 爱情友谊友谊友谊 好 谢谢台北电影姐 谢谢大家 谢谢